我覺得肥瘦、高矮都應該穿得漂亮 自稱分沙肥媽的Iris 二十年前因為被裁員而選擇創業 在元朗開了女士服裝店 起初只由批發商入貨 後來更加發展到自己設計服裝 做批發商將服裝外銷 因為我看了一齣電影 那齣電影是鄭秀文的 我左眼看到鬼 我很喜歡裡面的裙子 我看完電影後 我馬上回到家 馬上就畫出來 上廣州買了一些布 叫我自己的朋友的廠做出來 起初不是做很多 例如一個顏色可能做三件 我一做做了幾十件 誰知我一日之內可以賣完 那時就變成原來可以 我猜不到自己可以 就開始做貨 開始畫公仔自己畫衣服 由於時裝的潮流走得太快 Iris就轉型設計婚紗晚妝 開了Lulu Wedding Closet 提供訂造和租借婚紗晚妝 化妝和攝影等服務 同時也會把自家設計 批發外銷 踏入分隔行業後 Iris更發現行內良有不齊 令她更決心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務 有客人在外面租了衣服 突然間在結婚前兩晚 告訴你 你不是全部光顧我這個配件 我不做你了 我不和你化妝了 你想想 在一個 你通常大約日一定是好日子的 通常好日子的 找化妝師真的不容易 客人就是 下午12時多 他哭著問他奶奶 因為他奶奶認識我 就打給我 然後轉接我聽到電話後 我就跟他說你放心 我第二天立刻找化妝 跟他試妝 之後當日結婚後 就幫他化得漂亮的出嫁 行內競爭激烈 而且試度不好 不少同行都會減少入貨 令身形比較豐滿的新娘 很難找到適合的婚紗晚妝 聽到客人的經歷之後 令Iris對婚嫁行協更有使命感 他會提供較大尺寸的婚紗晚妝租借 或者是幫他們擇身訂造 令這些新娘都有選擇的權利 很多新娘 尤其是胖子的新娘 豐滿新娘 他們都跟我說的經驗就是 去到店舖 人家不可以進入 進去就說 我們沒有你尺寸 不好意思 因為他已經很禮貌 有些更加沒有禮貌 直接走進去就已經說 你不用進來了 沒有你對的 其實我覺得肥瘦高矮都應該穿得漂亮 尤其是每一個女生 很憧憬自己結婚的時候 要是公主來的 一生就一次 應該要穿得漂亮的